針對這個紓困3.0的臨時會 取消的這個部分 我們做出以下回應 第一個 現在目前疫情有再起的現象 紓困振興確實迫在眉睫 民眾黨團其實早在行政院預算書送進國會之後 我們就嚴格審視 發覺許多產業的需求跟變化 跟行政院所編列的項目有明顯的落差 原本期待臨時會可以嚴加的審查 提案討論 那民眾黨對此形勢的變化 認為此時如果不召開聯食會 我們也希望民進黨要加以正式 第一個就是面對疫情的時候 現在目前全球還是處於高峰期 那第三季 相當大的部分就是因為製造業還在庫存 甚至在完成去年度的訂單 而且甚至現在都沒有進新的訂單 那如果不及時處理 財源跟無薪價就會衍生後面的相關失業的問題 因此 紓困3.0 針對製造業的部分是勢在必行 但是行政院目前的紓困預算版本 號稱2100億 但是有部分的預算其實是回補 還有不服數的部分 甚至是預算不服數的追加 1.0 2.0 的部分 顯現當時在預算編列的部分 其實有出輸跟不合理的相關的部分 更何況 對製造業有可能造成的就業危機 不論是失業或無薪價 本次的預算都明顯 估算不準 我們也擔心會造成社會後續的混亂跟人民的這些 無所是從 因此民眾黨希望行政院能夠退回重編 更符合下半年的疫情情勢的發展 也因此我們也不希望 民進黨把不開臨時會的責任推給在野黨 作為行政立法一把抓的執政黨 請先將前兩次的紓困執行報告 包括預算執行率 政策執行率 還有地方配合的這些項目 提交立法院作為評估與監督的依據 並且正是當前紓困3.0的施查之處 方能好好的一起推動真正的紓困方案